我想请副秘书长 雄副秘书长 第一个就是 你们的那个租金收入的部分 那你们是怎么算的 第一个 员工消费合作社它是用多少瓶 那你们房屋住金是怎么算 美华部是多少瓶 洗衣部这些能不能说明一下 然后民众参观照相部 这个部分是怎么算能不能说明一下 这个委员对不起啊我我我手上下面这个质我请同仁提供一下 好有第二个 你那个场地设施使用会借用宿舍员工资金之扣角的部分 这个你是怎么算 然后法院的根据在哪里 廖委员现在所指的是第几页 预算书里面 第一个17页 里面有场地设施使用费 本年度预算书是借用宿舍员工资金之扣角回溯 这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二十三页 二十三页 员工消费和作者这个租金的收入 能不能请大家说明清楚 是 然后 这个八个人 每个月八百 八八六十四 是几个八个人 向委员先说明一下 在预算书第二十二页 那个场地设施使用费的部分 一共是八个人次 那每个月是八百块 所以每个月总计是六千四百元 那么十二个月就是七万七千元 哪一个你现在讲的是什么 在二十二页的部分 一共是多少 是一共有八个人 每个人是八百块 然后一共是十二个月 那八百块钱的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 八百块是应该按照中央机关 财政部 财政部锁定中央机关的那个 我们有那个住宿津贴补助 我们要把这个住宿津贴补助要扣回 那我请问一下这个是 是单身的还是建署的 我们基本上是 券设的部分是 券设的部分应该是有券的 那因为扣因为我们住了公家机关以后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 房屋津贴的部分要扣回 就是政府原先要给我们的房屋津贴 现在不能发给 不能发给这个部分要扣回去 那这个部分它的 它的基本上是特任 含特任特派人员是八百元 然后减任十四只等到减任八只等是七百元 然后减任只等以下到四只等是六百元 所以目前来讲我们一共是 我们一共预计是有八个人 那么每人是以八百块来做 那个平均的这样一个估算 所以我们现在的预算 立法院的预算中心也已经检讨了 认为说这个单价太便宜了 每一瓶几乎只有二十块左右 跟市面上来讲它这个价钱差太多了 这个跟我们住的大小 现在目前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它是按照所谓全国公教人员 代议支给要点里面 只是说应该发给这个公务人员的 那个房屋津贴 它就不发给了 那这个钱就收回这样的 所以现在就是要那个检讨嘛 立法院的预算中心要求我们检讨嘛 意思说跟市面上的租金差太多了嘛 对如果说行政院的部分 有全国性统一的部分 我们这边也可以mark up上去 我们都税入浴散我们就可以加 税入浴散没有那个你知道吗 税入浴散我们本来就可以那个上去啊 因为现在已经检讨出来说 发现我们的这个宿舍扣的钱扣的太少了 跟市面上差太多了 向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是整个全国军公教的这样的一个支给 那这个支给如果 我们这边如果多收的话 我们可能在法营上面会有困扰 因为这个是像我们应该发给公务人员的房屋津贴 现在不发了收回了这个收回的这个部分 是这样的 对 租金的收入呢 我们初步是按面积的比例来这个收入这个租金的这个 包括我们的员工消费合作收入美法部旅法部等 对 不是我现在跟你讲哦 是 因为像邮寄啊 台湾银行啊 是 以前我们算租金都是按照是政府机关 现在他已经转为民营化了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部分的要按照 按照不是一般用公务机关的民意来收你知道吗 按照营业性质来收了 这个我们可以下去再确认一下 这个我们再确认一下 这应该是 不过我们同仁的这个编列是有一个标准 没有那个公开发行以前啊 你还可以认为它是政府行政机关啊 尤其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是有按照这个行政业所办法相关的这些 呃 场地出租的这个单数 像我们立法院现在里面有台湾银行啊 我们也已经改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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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